2023年一部国漫横空出世 第一集就直接封神 引起无数人的共鸣 观众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猪妖身上 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缩影 正如电影的英文名 这是一个小人物的故事 却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 小猪妖是浪浪山上 一个普通的小妖怪 大王叫他去寻山 他却躲在树荫下偷偷睡觉 同时乌鸦金发现他在偷懒 一巴掌打醒了小猪妖 但他并没有和领导打小报告 而是通知小猪妖该回去开会了 身为浪浪山最底层的小妖怪 每次大王开会时 他们都只能站在最外围 来着好几年了 甚至连大王的样子都没见过 据可靠消息称 唐僧师徒四人 将于五天后途经浪浪山 大王表示必须活捉唐僧 小猪妖不知道唐僧是谁 乌鸦金剑多识广 他告诉小猪妖 只要吃了唐僧肉 就能长生不老 还有这么神奇的事 突然一阵大饼箱扑鼻而来 原来是大王开始画饼了 鸟线有功的 可以喝到一勺唐僧肉 小妖们显然还太年轻 三言两语就吃下一块大饼 众妖跃跃欲试 都想得到喝汤的机会 第二天熊教头开始给大家布置任务 小猪妖和乌鸦金被安排去造剑 一天之内必须造出一千支剑 小猪妖认真学习造剑的技巧 他按照熊教头的方法 卖力地劈开竹条 削出剑头的形状 很快就做出一支标准的剑 可是小猪妖发现 这样做出来的剑根本射不远 为了吃上唐僧肉 他拉着乌鸦金做实验 尝试改造弓剑 小猪妖薅掉朋友身上的羽毛 装在了弓剑的尾部 经过改良的剑 不仅射程更远 精准度也更高 有了这个成功的案例 小猪妖望向好友 露出和平的微笑 终于一千支剑做完了 熊教头过来验收重妖的工作成果 看着地上一排排的弓剑 他满意地点点头 可是轮到乌鸦金时 你忙吧 乌鸦金瑟瑟发抖 指了指旁边 小猪妖兴奋地向熊教头 介绍起自己改良的羽毛剑 这种剑更稳定射程更远 他本以为能得到领导的夸奖 熊教头却觉得 小猪妖在质疑自己的能力 你在教我做事 他将剑全部折断 给我去重做 按照我的方法做 要一不一样 单纯的小猪妖还不知道 作为一只打工妖 绝不能在领导面前抢风头 无奈他只能重新反攻 接着他们又被安排去刷锅 两人一边干活 一边说起了悄悄话 你听说大王在搞一个 特别厉害的机关陷阱了吗 说是一百个汤僧都跑不掉 乌鸦金觉得 这些都是大王和小王们的事情 咱们这种普通小妖 就别瞎打听了 大王盔甲到 看着四大圣手 为大王擦盔甲 小猪妖羡慕极了 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为大王擦盔甲呀 乌鸦金的话 打破了他的幻想 要知道就连熊教头 都没有资格擦盔甲 更何况他们这些小妖 说曹操曹操道 熊教头眼冒绿光 悄无声息地出现 他是来检查两腰的工作的 看着刷了半天 还没刷干净的锅 熊教头怒不可遏 乌鸦金赶紧解释 这陈年老锅 油脂都攒了上百年了 实在擦不掉啊 废话 就这小破骨能擦掉吗 他环顾四周 突然有了个主意 一脸坏笑地抓起小猪妖 他要给这小妖一个教训 包住我的手 小猪妖乖乖照做 猪毛刷果然非同反响 看见没有 这才叫刷锅 看见没有 这猪猪毛才有劲 得使劲刷 熊教头叫来一头牛腰 吩咐他必须把锅刷得干干净净 可怜的小猪妖被荡成钢丝球 摁在锅里反复摩擦 我想离开浪浪山 我在想 跟着大王是挺好 可是这一辈子待在浪浪山 也是无趣 是不是该出去闯闯 妈妈却认为安稳才是福 能有个干得不错了 你跟着大王好好干 争取早日修炼成精 这才是正事 在家他是祖上三代最有出息的孩子 在别人眼里却是刷锅的抹补 你也不要太拼了 你看看你 怎么突成这样 小猪妖说可能是最近熬夜 毛掉得厉害 你得学会照顾自己 别太累了 妈妈温柔取下水壶 一边装水一边嘱咐她多喝点水 唉 你这一个人在外面 也没人照顾 但妈妈眼中安稳地工作 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工作上的心酸 小猪妖从不告诉妈妈 还有领导的故意刁难 一晚上的时间 怎么可能砍得完 小猪妖明白蛮干肯定不行 必须得想想办法 既然砍不完 就去抢 抢谁 抢人的呀 对呀 我们是妖怪 侨夫砍完柴回来 就被两只妖怪包围 都说妖怪吃人肉 不过这两只小妖 要你的柴火 侨夫都傻眼了 光抢还不够 小猪妖又去人家里头 忙了一夜总算凑够了一千斤 两妖都累得瘫倒在地 你听说过孙悟空吗 小猪妖听人说 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武功高强 就连天兵天将都奈何不了 乌鸦精悄悄告诉小猪一个秘密 今天他看见了大王布置的陷阱 可那不是机密吗 乌鸦精说自己背柴火回来的路上 无意间撞见 几个小王正在布置陷阱 据说因为大王打不过孙悟空 所以才设置了这个陷阱 这是一位小王过来巡视 一向趾高气扬的熊教头 点头哈腰讨好着领导 可是嗅觉敏锐的郎大人 却察觉到了异常 他先是闻了闻小猪妖 确认没问题 又闻了闻旁边的乌鸦精 下一秒大手一挥 两个妖兵将乌鸦精带走 大王布置的陷阱 怎么能轻易泄露出去 大妖轻轻一句话 就决定了小妖的生死 熊教头害怕的跪在地上求饶 狼大人一把火 将两妖辛苦准备的柴 烧了个一干二净 原来是大王刚刚改了主意 决定把唐僧烤了吃 好不容易完成了工作 领导的一句话 锅白刷了 柴白砍了 所有的努力都灰飞烟灭 这也意味着 大王口中所谓的肉汤 小妖们可能都分不到了 可这是根本没法完成的任务 众妖忙过了一晚上 也才采了两百斤 更何况还要去皮 洗净晾干 不知道还以为大王要吃柴 小猪妖被单独留下 安排去山下买调料 回去的路上 叔叔人正在讲唐僧的故事 这几天的经历 让小猪妖的心态产生变化 在说书人口中 师徒四人一路斩妖除魔 尤其是大徒弟孙悟空 小猪妖不禁怀疑 大王的陷阱真的有用吗 小猪妖这才知道 大王心心念念的唐僧 是千年不遇的大善人 小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是孙悟空 长大了才知道 我们都是取经路上 被齐天大圣随手打死的小猪妖罢了 浪浪山的大王为了吃到唐僧肉 安排手下的小妖精心设置了机关 妖怪们对这个陷阱信心十足 认为一定可以拿下唐僧师徒四人 但小猪妖却不这么想 他知道唐僧是为大善人 一路上乐善好施 帮助了很多人 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武艺高强 就连大王都不是对手 小猪妖明白 所谓长生不老的唐僧肉 只不过是大王化的饼 对于他们这种小妖来说 根本遥不可及 他想离开浪浪山 可却被敏锐的狼大人发现了踪迹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这是三鸟路过 他拙裂的谎言被识破 大王的计划不容有失 狼大人一路追杀小猪妖 眼看就要被追上 他纵身一跃 跳下悬崖 躲进了石头缝里 狼大人好像没有发现 小猪妖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下一秒 一双绿油油的眼睛出现 小猪妖抓起一把土 迷住了狼大人的眼 然后继续逃跑 小猪妖的一再逃脱 让狼大人恼羞成怒 他施展法术 放出阵阵狼影 紧跟在小猪妖身后 眼看就要被抓住 小猪妖看见远处出现四道身影 似乎是传说中的唐僧师徒四人 狼大人未免打草惊蛇 只能放弃追杀 小猪妖看着毫不知情的师徒四人 即将进去大王的陷阱 赶紧大声呼喊 一道身影高高跃起 似乎听见了小猪妖的声音 下一秒 黑影一棍子挥下 小猪眼前一黑 失去了意识 小猪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临行前妈妈为她灌好的水壶 掉落在身边 感谢唐长老 为本村降妖除魔 镜头一转 树荫下再没有那只 偷偷睡觉的小猪妖了 老村长 你这里的妖怪太弱了 都不用按老孙动手 八戒就全搞定了 原来威风十足的山大王 不过孙悟空口中 能随手打死的小妖怪 对啊 那个什么大王 还要考一个机关陷阱 能跟逗小孩似的 什么狼大人熊教头 猪八戒一钉耙 就全部送上西天 原来小猪妖并没有死 那一棒子是在演戏 小猪喊得有埋伏 孙悟空听得一清二楚 于是来了一招将计就计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 也许小猪妖离开了浪浪山 最终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支阶子的 我这支阶上 我那一支阶子的 我这支阶子的